我是誰 是什麼樣的人 也許你從來沒有想過 影片是由廣告導演郭玉銘指導 從創意到製作 只花了20天 央視公益廣告團隊分別在廈門、武藝山和上海3D 看景、玄景 最終選定於上海進行3天72小時拍攝 觀看了影片的中國民主黨成員鄒薇 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拍的還是比較平和溫馨的 我是誰 是誰啊 它體現的追求一種忠誠度 但是問題現在社會它是強調人的自由度 而不是強調人的對團體的一種衣服性 影片已經播出立即引發熱議 有人指對其小清新的風格感到驚喜 直言廣告感動哭了 但更多的留言則怒斥廣告令人毛骨悚然 我是誰 我是貪官 我腐敗 記者發現有關評論的留言很快遭到刪除 而發言的賬號也一定消失 對此 北京社會活動家胡佳告訴本臺 留言中除了一兩個五毛大媽反華勢力之外 其餘清一色是對中共的譴責和嘲諷 顯示中共早已民心盡視 也有網民表示 用公益廣告做宣傳好像是一種進步 並譏諷應該更進步一些 允許民運也打廣告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林 采訪報導 極大節 筆錘 還有大約記者 諸正恩 采訪